老店一条街 面点小龙一条街 牛羊肉一条街 以后来步行街吃饭 就能这么便宜了 只需要花上十几元钱 其他所有的菜啊 都是在五十元以下 人间七十多块钱 就可以吃到受洗烧了 小马路上美食 却是深藏不漏 他们家的熏鱼 可是获获奖的 直到今年 一百八十九年 就像我们这种雅硕 阿姨之类的 都知道这边有买羊肉 大家好 我是葛小剑 今天是周三 又要给你们推荐 周末美食游玩攻略了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平时你们去南京路 步行街逛街的话 是不是基本上都去 南京西路 南京东路 再远一点就去云南南路 吃个饭 对不对 我已经看到电视机现在的 你在点头了 如果你以前都是固定 去这么几个点玩的话 那真的是亏大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 要做这个主题呢 因为经过我们编导 反复地坚持地 亚马路 总结出了 南京路步行街附近 超多超好逛的小马路哦 有的呢 适合宴请聚餐 有的呢 专卖面食小点 甚至啊 有的半条街 就像小菜场一样的 专卖食材哦 真的可谓是居家必备 阿姨妈妈们的最爱啦 南京东路全长是1033米 从1999年步行街正式建成 到今天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 但是你知道这附近 和南京东路交叉的小马路 有多少条吗 告诉你从最西边的西藏中路 东至河南中路 中间交叉有数十条小马路 平均100米就有一条 而且这些小马路里的花头鲸 可不要太多哦 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了 逛街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已经把这周围的路况 全部都摸遍了 跟着我走绝对不会迷路了 所以今天我就是大家的 路线引导员 跟着我走吧 对了 今天呢 我们就先从广西北路 开始逛起 广西北路 位于南京东路中段 路两旁分别是宝大祥 新雅大酒店 时装商店和低食品 当你走进广西北路 你会发现路边窄了 但是性价比高的小餐厅 却比比皆是 所以这一条街的称号就是 聚餐吃饭一条街 根据我这么多年 在这边逛街的经验来看 南京东路上的餐厅 价格普遍都会比较高的 而且连锁店快餐店居多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 要给大家解决的 就是吃饭难的问题 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家店到了 广西北路上的50元餐厅 南越小厨 南越小厨位于广西北路 和汉口路的交叉口 从南京东路方向走过来 只需要200多米 这里就是附近白领门 午餐晚餐的首选地 原因很简单 因为既实惠又好吃 首先实惠二字 从菜单里就能一眼看出 看完了他们家的整张菜单之后 最贵的菜就是这份 烧辣拼盘58元 其他所有的菜都是在50元以下 并且在五市的单人套餐 他们基本上都是不超过30元的 双人套餐也就是我面前的这份 只要98元 有鱼 有肉 有蔬菜 还有两份利汤 可以说也吃的是非常营养的了 这样算下来的话 他们店的人均应该是在50元上下 在这样的地段 基本上是很难找到了吧 而赶开在南京路 新雅粤菜馆的附近呢 他们靠的就是这两位 地地道道的广东大厨 一位擅做肠粉 一位纸做烧辣 一直在广东那边 一直做的就是这个味道 来这边也一直是这个味道 都是师傅教怎样 就是怎样的 大厨不善言辞 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 师傅教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味道 但话说回来 赶开在南京东路附近的美味 就要对得起这个地段 请看中量吃过后的真实反应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食客朋友 推荐你们家的这个美食呢 因为我们这 一个是我们店 开的时间比较长了 大概在七八年左右了 以那个粤菜为主 做的也比较正宗 像周边的办公楼啊 或者这样一般的客人啊 客流量这边也大 好多人对这样熟客人比较多了 在店内唯一与烧辣可媲美的 便是另一位广东大厨 专做的广式肠粉 你还别说真的很好吃 他们家这个肠粉 你吃到嘴里很糯 其实入口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体的味道 是很清淡的 就是很广式的这种味道 但是回味它里面的这个肉香 还有它这个酱汁的香味 就出来了 而在双人套餐中 其他菜品呢 也都是独到的广式味道 你在此基础上呢 可以再点上几份招牌点心 这样的份量呢 人均依旧是50上下哦 虽然说这家店 已经够实惠够够便宜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 有福利送给大家 只要您发送您的姓名 还有电话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就有机会 获得这家店的100元带金圈哦 在这家店的旁边呢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间 非常精致又实惠的小店 就是这家京都寿喜烧 只要158元呢 就可以点到一份 寿喜烧的套餐 里面有海蟹 有牛肉 也就是说人均70多块钱 就可以吃到寿喜烧哦 离开南越小厨和京都寿喜烧 这两家店后呢 我们就要穿过南京东路 去广西北路的另一边 同样走上200多米 那里有一家广式点心店 这家呢 为广西北路上的双喜老婆 也是非常受到 大家喜爱的一家店 那你在吃完正餐之后 可以来这边 只需要花上十几元钱 就可以吃到正宗的 广式甜点 广式点心哦 广西北路上的十元小店 双喜老婆 双喜老婆呢 作为一家广东老字号的甜品店 在南京东路上呢 已经开了很久了 8元一份的咖喱鱼蛋 7元一份的蜜汁脆肠 还有8元一份的糯米鸡 都达到了价格新低 甚至还有9块钱 就能买到5块的 招牌牛奶方砖 所以这一整桌的小吃价格 都在10元以下 广西北路推荐聚餐好店 人均50的南越小厨 人均70的京都寿喜商 以及人均15的双喜老铺 南京路上面老店很多的 比如说像太康啊 新雅食品等等 那么这些啊 大家都基本上尝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重新挖掘出了 两条小马路 绝对称得上是 老店一条街 就是这两条啦 山西南路和江西中路 首先来看山西南路上啊 有百年老店苍浪亭 有百年老店德兴馆 哇 这两家店名字一爆出来 就能get到它的份量了 而且都是主打上海本邦小吃的 那另外呢 还有开了几十年 依然坐无虚虚的老本邦菜馆 翠亭酒家 而在江西中路坐镇的呢 则是始于光绪七年的 大富贵酒楼 那这家呀是户上 极具有代表性的 徽邦菜馆酒楼了 一般呢是分为 点心部和饭店部 而开在这条路上呢 就是酒楼的小吃部啦 同样是开了几十年的 本邦菜馆啊 江西中路也有一家的 绿芽酒家 另外还有一家 小小的馄饨店 三菱堂馄饨店也是开了有三十多年哦 冬天的午后呢 天气有些多变 开始下起了小雨 但是下一条路的美食 还在前面等着我们 我们现在呢 就在四川中路 还有南京东路的交界口 在我后面的不远处啊 就可以看到 和平饭店 还有东方明珠 在这个路口 你就一系可以闻到一些 面点小龙的味道 因为啊 我们把四川中路叫做 面点小龙一条街 接下来呢 就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寻找美食吧 四川中路呢 被称之为小吃面点一条街 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大家都知道的老字号风域 也有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兰州牛肉面 而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的 则是一家老上海面馆 四川中路上的面馆 装饰龙兴老上海面馆 虽然这家面馆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是好吃的可是真不少 你好 他刚刚点一个熏鱼面 一个大牌 还要一份靠腹 还有一个素季 我刚才点的这些啊 都是他们家的招牌 超级好吃 都是老上海的味道 幸亏呢今天是来得早 找找呢还是有位置做的 不过拼桌那是肯定的啦 到了高峰期 排队的人呢 已经在门口造成了交通拥堵 只是为了能坐着吃上这么一口面 我的熏鱼面已经上桌了 好快速哦 大家看一下 它光是一碗熏鱼面里面 就有两条熏鱼 而且为什么说是他们家的招牌呢 因为他们家的熏鱼可是获获奖的 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非常非常正宗的老上海味道 它这个熏鱼啊 虽然在面里泡了一会儿 但是它表皮上还是这种 酥酥脆脆的感觉 里面的肉质很嫩 吃到嘴里呢 它是微甜的感觉 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一般性呢 小店都喜欢贴明星照片 但是这家明星呢 就是这三块金灿灿的奖牌 因为奖牌上显示着这家小店的众多焦头 都被上海餐饮协会评为上海名菜 而这块素鸡更是名副其实 这样轻轻的一按 里面全都是汁水 它已经是吸饱了这种汤汁的感觉了 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就是这个味 你看呀 它咬开之后 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小孔 这样呢 很利于它吸满汤汁 超级超级入味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这样 越简单的美食 你要把它做得越好吃 其实本身就是很困难 而他们家就是做到了 而且做得还很成功 当然因为口味好 所以人流量大 导致每天工作量递增 这个问题呢也是免不了的 不过看着大厨主面下面 放焦头等一系列动作 和服务员阿姨玛丽的端面手法 他们似乎已经都习惯了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每天都是走差不多11点 忙成差不多到2点 对 天天都要排队的 我就是走11点钟嘛 不省钱来给客人端面 我们都一样能端五六碗面 出来的面你要老早给客人端上去 不端上去它都会坨了 不好吃了 或许当你来了 看着阿姨从你身旁匆匆走过 体验整个吃面忙碌的过程 才能知道这一家面究竟有多好吃 而我们就要再次出发咯 如果说四川中路呢 有一半是面条 那在另外一半的小吃代表当中啊 大湖春可以算得上是 客代表当中的客代表了 四川中路上的名小吃大湖春 因为我们去的那天刚好下雨 所以时刻并不是很多 但是之前去拍摄的时候 饭点排队是必然的 等待也是必然的 而等待的理由呢都是一样的 就只为了一只生煎 大湖春上的那种上去比较低 那里面有钱 我老是小时候买着来的 你们一天哪儿到啊 总是一天老板有的 够了一半飞得过来起来 你这个不是就是原来的 老上海味道 你说一天去完它 就得给它给我 这么多十颗冲的 就是这一口传统生煎的味道 当盖子一打开 听到这一声脆响 老上海人生命中的 生煎活儿立马被唤醒了 四川中路 作为面点小吃一条街 面馆推荐 装饰龙兴老上海面馆 小吃推荐大湖春 现在呢是在浙江中路 广东路口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啊 全部都是卖牛羊肉的摊位 这还不止哦 包括那边也是 还有这条路往前走 也全部都是卖牛羊肉的摊位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浙江中路的称号是什么呢 它就叫牛羊肉一条街 从浙江中路一直向前 当你看到广东路的路牌 你会发现 不论是你向左看 向右看 还是向后看 看到的都是 收买牛羊肉的摊位 新鲜的热气 牛羊肉琳琅满目 让随之而来的 阿姨亚苏们都调花眼了 就像我们这种亚苏 阿姨之类的 都知道这边有买羊肉 那你买了多久 多少年了 那应该是几十年了吧 有这么久了 就是啊 年轻轻的时候 就知道这边有啊 而在这个地段 占据最好位置 最大铺位的 就是这一家 新疆阿克苏牛羊肉 售卖的种类众多 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我们家第一家开始做的嘛 做了后来 人家看到感觉生意 蛮好的嘛 然后现在 对大家一起来做 那你们是不是竞争力 这是比较 那没问题的 它这里市场越多 越多成市场了嘛 比较能力量更多一点 这边的羊肉 味道很好 红烧的 白切的都可以 红烧羊肉 特别天然的时候吃 很好吃 它这个皮 吃起来很怒的 像有的皮好像老扎扎的 不能吃 而这一家 一同胜牛羊肉 卖的则是内蒙古牛羊肉 店长给我们提供了 不同羊肉部位的 食用吃法 你像一般的 比如红烧烧汤嘛 用羊排的比较多 它因为骨头和肉比较均匀 肥瘦比较合适 如果烧羊肉汤 那个前腿肉 前腿肉它那个比较均一点 比较均 它那个肉比较紧一点 这里不仅有牛羊肉 还能顺便带回涮牛羊肉的调料 让来人也能做出羊肉美味 如果20年前买我们的羊肉的 就是带着他小儿子过来买的 现在都带着孙子过来买的 不好吃的嘛 不会来了 因为好吃嘛 经常过来买 浙江中路与广东路交叉口上的 牛羊肉市场 2号线 8号线 14号口出 步行989米 即可到达 而最后一条马路呢 让我们换一个背景音乐 也换一个惬意悠闲的心情来逛上一番 因为我们来到了福建中路 与其他路相比呢 我觉得福建中路啊 更有文艺气息一些 可能是相邻福州路 所以呢 也沾上了些许的书香气息 书香气从何而来 跟着亮亮从南京东路 往左转入福建中路 一路直行 沿路你会看到上海书城和上海图书公司 而不远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终于走到了 从南京东路啊 一直走到福州路口 再还没有到德行馆的位置呢 这里有一个上海旧书店 这是一家名不其实的旧书店 里面呢 收藏了很多解放前后的一些古旧书籍 报刊以及名人四话等等 特别适合爱看书 或者爱收藏的你来这里淘个宝哦 这条路上的宝物 可不只是一家旧书店 小马路中藏着香粉笼 里面有上海女人的化妆品 可以刻字的木匠书 拍照必备的瓷金围巾 这里的每一家店都值得你淘上一淘 那在这条街上的关键词呢 就是淘宝 因为这条路上会有很多的小店 你如果去淘的话呢 可能会淘到一些很具有老上海风情的小物件 比如说我们冬天必备的雪花糕 福建中路上的化妆品老字号谢富春 谢富春来自扬州是中国化妆品业的始祖之一 也是中国第一家化妆品企业 已经有189年的历史传承 其历史可追溯到道光十年 所谓化妆品界的中华老字号可是名不虚传 这个雪花糕就是我们从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有的 非常传统 对 然后所以说它制作方法也是以前最原始的 真的是小时候那种味道 对啊 就是小时候用的那个雪花糕 但是在我们印象当中 小时候用的雪花糕都是那样一桶一桶的 或者是一袋一袋装的 对 现在是已经变成这样的包装了 这个是在我们总店的时候的话 它现在还是那个铃靠的 就一袋一袋装的 但是就是为了运输方便嘛 就做了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包装 对 但是东西的话都还是一样的 所以你文味的话就很想到小时候的一个 记忆的一个感觉 而雪花糕呢还不算什么 谢富春呢有三绝 分别是香 粉 油 其制作工艺呢已经被列为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先这一粉指的是鸭蛋粉 它是最早在1915年的时候 也是获得过巴拿马万波大奖的一个 一项奖章 对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对 一百八十九年到今年 对 所以说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历史 见证的一个美妆产品 对 自元明两个朝代地方志中呢就有记载 天下香粉 莫如扬州 曾作为贡品进贡皇宫 因而当时扬州百姓将扬州香粉 贯称为公粉 而这三绝之二便是桂花头油 《红楼梦》中写道 女儿悲 丈夫一去不回归 女儿愁 无钱去打桂花油 说的就是桂花头油 而这第三绝就是被誉为东方固体香水的香包 内妆香利分男用女用 皆寄于腰带上作为装饰之用 而且除了传统产品 他们也推出了各类新式彩妆 没有想到现在的国货也做得这么好了 那你看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年轻的 我就可以买一些这种彩妆 那如果我送给长辈 比如说送给我妈妈什么的 我就可以带一些这种非常天然的护肤品给他 也是很好的选择 在福建中路上于旧书店中讨好书 在香粉龙里讨好物 至此这便是我们今天总结的 步行街附近好逛的五类马路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就去哪条马路吧 看了今天的节目 以后逛南京路步行街 千万记得根据自己的需求 逛一逛旁边的小马路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在都市频道 无见不散哦 拜拜 拜拜 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弄了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呢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在这个鲁儿店里吃过牛杂油 在牛杂店里吃过火锅吗 这是一份尽兴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比较固浓吃 如果要更正宗 更上涨似的 猜猜猜